好 聖壇焦點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呢 在二十八號是正式宣布 獨立參選總統 但是對此 這聯電創辦人曹新成呢 昨天接受捲訪時 他又針對郭台銘提出的政見 包含說台灣經濟二十年內 超越新加坡 以及這台灣GDP加倍等等的說法 他是表示不認同 看韓話 郭台銘叫他玩玩就好 不要太重視權威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二十八號 終於宣布獨立參選 提出要讓台灣經濟 在二十年內超越新加坡 但老朋友曹新成可不認同 郭台銘更喊出要讓台灣GDP加倍 但曹新成拿出數據打臉 如果他當總統任期四年內要加倍 那麼每年經濟成員率要接近20% 那如果要八年的能夠加倍 每年經濟成員率要超過10% 對 對不對 所以都不懂啊 針對兩岸議題郭台銘信誓旦旦 會為台海帶來50年和平 但看在曹新成眼裡若是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對台灣而言反而是增加風險 講到和平協議是很危險的 可是他就希望說來來我們握個手嘛 握個手 握個手呢 拒進去的我就可以砍你了 郭台銘確定參選西卡都確定成型 但曹新成似乎更看好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德 寒話郭台銘不要太重視權位 不過郭台銘信心滿滿放手一搏 恐怕不會輕易回頭 記者綜合報導 結束都閒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